這間店你一定要知道 我們台灣第一間有價中箏的小籠包店 看看 滿滿的湯汁 端上來就聞到深箏的香氣 肉汁那種感的部分都十足 我覺得哈比廷太棒好吃 那邊有個米其林 台南三部就有一個米其林也太誇張了吧 小籠包上了 我剛剛發現了一個獨特的香氣 你們看看這個東西 最下面最下面 我剛剛有問那個店員姐姐 我問了才知道 松箏不是包在餡裡 哈?不是 它不是包在餡裡 它是鋪在最下面 他們說他們是全台灣第一間有價松箏的小籠包店 看看 滿滿的湯汁 它的皮非常特別 有一點像那種包子皮做得很薄的感覺 是非常有著勁的那種小籠包 那裡面的餡料啊 我覺得吃起來跟別人一般的小籠包不太一樣 它感覺更飽滿更吸汁 所以咬下汁會有爆汁的感覺 口感Double 我覺得它比廷太棒好吃 我說真的 這個真的它光松箏的香氣跟它的皮非常有嚼勁 我覺得就贏了 姐姐小籠包一籠多少錢啊 85 好平85 茶鴨我沒吃過耶 很香茶香 我最愛這種脆皮 然後有油脂跟肉感的部分 淡淡的椒鹽 香酥脆 它是冷還是炸的 它是熱的 它是炸的 它是炸的 你知道有些鴨肉比較潤 比較難藥 但是它酥炸過之後啊 它的肉非常容易咬斷 而且你會吃到肉汁 然後我覺得它旁邊那個鴨油啊 搭配得剛好 它醬鮮煙鍋在炸的做法我覺得很有特色 我路上說必吃必點 這一個排骨蛋炒飯 95 這個排骨乍看之下 沒有很厚 但是它比較像台式便當店的做法 這個排骨厲害在它的酒樣相 然後它再去酥炸過之後啊 會很刷廚 接下來這一道呢 是開洋白菜 它就是一個老店必點的基本功 香蜜 開給的都有 味道調整也不錯 勾芡不會勾得太過 就是合格 那這四道最喜歡哪一道嗎 這四道 只能鬆蒸小籠包 滿足你的色香味 搬上來就聞到鬆蒸的香氣 咬下去那個漂泡皮 細薄又Q 肉汁肉感的部分就十足 那一咬下去爆汁的感覺 選它就對了好嗎 我覺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 鬆蒸小籠包 當我吃完的時候我還是一直聞到 廚房後面正正傳來的一些松蒸的香氣 重點不在於裡面的餡料 它是用紋的 然後讓小籠包在邊吃邊感受到 森林的香氣 而且他們的小籠包皮還是真的非常的Q 湯汁又爆出來 它應該算是台南小籠包的第一指標 這一集最大的重點 櫻光餅 如果你有台南朋友來台北 不要請他吃小籠包 好啦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喔 掰掰